這個不是海味? 很難得在香港見到它 其實最主要是年尾 到年尾公司所有人一起出旅遊 今次來香港 前兩年我就去韓國 其實我也掛念香港的觀眾朋友 掛念我們? 我們就掛念你了 凍齡女神 有沒有考慮回來? 不知道 梁家有沒有找你? 不知道 有吧 你有沒有考慮回來? 看看是甚麼形式的合作 或是甚麼形式的劇中 最主要是製作和劇本最重要 如果回來的話 真的要接一個優良的作品 去給大家看 如果是隨便接一個 我就不想 其實海味現在主打做幕後 初常做經理人 我建立了一間工作室 這是一班團隊 還有一些影視上的製作 正在進行中 這是我公司的新人 張有南 不同方面的運作 我就參與多些幕後的 我覺得挺好玩 我覺得演戲這麼多年 我可以多些去變換一下 去接觸多些不同領域的東西 我又可以學多些新的東西 一前新人在中環影宣傳上 作為經理人 海味打點就到 工作就幾好 不知道愛情方面呢? 難道妝藝堅持不分不如? 順其自然 有就沒有就沒有 無所謂 我是很享受自己一個人的 其實我不是很害怕寂寞 有些人會覺得 你沒有寂寞 不會啊 我很容易留 一個寂寞 對 他們愛我愛得不得了 海味還說 最小的狗狗一秒都不能離開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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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